韩国著名idol张元英究竟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个本来毫无争议的问题 让韩国网友是吵得不可开交 部分韩国网友甚至还掀起了张元英保卫战 只不过根据众多的线索 张元英的身份还真是挺特殊的 首先就是张元英本人的亲友了 他们一家在韩国当地参加竞选或者是拉选票的时候 对外都称自己是华裔 而且张元英的奶奶叫王玉兰 妈妈叫王海恩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师名字 其次张元英的日常生活和韩国人也不同 他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做泡菜 这在韩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点 张元英的中文其实挺好的 最起码能听得懂 日常交流也没有问题 就是口音有些问题 加油 加油 别急身控 可以可以啊 我可以啊 我是个鲜 所以说这么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了 其实他完全听得懂中文 每个手势都是中文的意思 只不过学校中文都听不懂 可能也是有些无奈的原因吧 之前有人说张元英是在华侨学校上学的 但是我查了一下 张元英小学是首尔新龙山小学 初中首尔龙江学校 高中首尔艺术学校 全都有在校学生照 所谓华侨学校里根本没有人见过张元英 说白了 承认是中国祖籍的身份 对于他在韩国发展并没有什么作用 相反 韩国人会排挤他 你要知道 其实韩国人还是挺自大的 他在韩国长大 民族认同就以出生地为中心了 外界环境是很难撼动的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张元英在韩国生存不容易 不像在中国 外国人的身份高贵 只要有一点国外关系的人 都要把自己包装成外国人 所以说以张元英的处境来说 偏向韩国这边 估计大家也能理解了